那一份阳光就是我们的友情 我们是昏变的精灵 彩虹的导音 响起在我寻 蓝天和白云 我们全不是你的蛋糕天心 有一个王国里面充满了开心 有一个公主天真带一点点心 它可爱而且味蕾也非常灵明 每天都会平常许多 让人着迷的甜品 有一个村庄里全是蛋糕精灵 在这里公主找到珍贵的友情 穿过了香草山谷和食材森林 一起寻找一起冒险 是最喜欢的事情 无论下雨和天晴 一起寻找快乐和开心 那一份阳光就是我们的友情 我们是幻变的精灵 彩虹的导音 响起在我寻 蓝天和白云 我们全不是你的蛋糕天心 那一份阳光就是我们的友情 我们是幻变的精灵 彩虹的导音 响起在我寻 蓝天和白云 我们全不是你的蛋糕天心 《莫卡奇奇》 惟dd 莫斯比比妈 进来吧 莫卡奇奇 你在哪儿呢 抱歉 抱歉 我正好在大扫厨呢 今天天气这么好 我们找香台里一起出去玩吧 不行 家里还没有打扫完呢 等一下 我还要把那些旧杂志拿到外面晒一晒 那你要忙到什么时候啊 我在这里等你好了 你还是和香草爱丽一起去吧 待会儿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呢 我好不容易放了半天假 你怎么能这样呢 这个 好像是莫卡奇奇的画 什么 我的服装设计图啊 小心啊 完了 我的服装设计全没了 什么 是很重要的东西 你太过分了 你怎么可以撕掉我的设计图呢 那可是我的梦想 我不是故意的 我里乱七八糟的没有看清楚嘛 再说 我也不知道杂物中有你的梦想 每次闯祸你都会找借口 根本就没有一点诚意道歉 你干嘛要对我大吼大叫的 明明刚才是你自己把水泼在上面的 如果不是你先弄破了设计图 我会那么的紧张吗 紧张破纸有什么了不起的 反正我再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的 你出去 你赶我 走就走 以后我再也不要理你了 你们知道吗 这次服装设计比赛 是蛋糕王国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 能够在里面取得名次的话 就会成为备受瞩目的新人 本来我都已经通过了初赛 眼看着再一步步来 就可以成为服装设计师 完成我的梦想了 这下什么都没有了 你的设计图不可以重新换吗 今天中午就是截稿时间 如果不是某个笨蛋弄坏了我的设计图 我就不会弄成这样了 你又没有告诉我 你是要参加比赛的 我说不说有关系吗 难道不是参加比赛 你就可以随便弄坏别人的东西了 我不是道歉了吗 你还想怎么样吗 道歉有什么用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那我也没有办法 那个什么比赛 下次再参加不就好了吗 看吧 你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但莫斯比比和摩卡奇奇吵得这么厉害 还是第一次呢 沉默中的火山中就会爆发的 算了吧 摩卡奇奇 大家是好朋友 你对莫斯比比不是一向很宽容的吗 这次我实在任无可忍了 什么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没说我了不起 把你的茶拿走 我不喝他泡的茶 什么 既然这样 这个蛋糕也是我做的 你就不要吃好了 我有事 先走了 摩斯比比 你真的不打算和摩卡奇奇和好了吗 你们都看到了 不是我要吵架的 是他不给我解释的机会 我也走了 你们好啊 穆斯比比公主在吗 公主 你果然在 莱恩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有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我也要回去 我们边走边聊吧 他们俩总是吵架 然后一下子都走了 他们是吵架爱好者 一天不吵就不安心 好安静啊 我们要不要想办法 让他们很好如初 不用 莱恩 你是特意来找我的吧 有什么事吗 穆斯比比公主 我对不起你 莱恩 你怎么对不起我了 我要回皇宫了 来了这么久 我也该回去了 莱恩 你要回去了 我也想回皇宫 可惜 我还是没有找到每位奇奇的秘密 穆斯比比公主 你不要太难过 我看你做蛋糕的技术也提高了很多 很快就可以找到每位奇迹的秘密了 莱恩 谢谢你的鼓励 我只怕会令你失望 穆斯比比比公主 不怕 你有这么多朋友在支持你 而且我就算在皇宫 也会为你打气 谢谢你 谢谢你 莱恩 你什么时候回皇宫 现在就走 那我送你吧 嗯 家里的画纸都快用完了 幸好这次买到了 可惜比赛已经结束了 只好明年再参加了 我不是道歉了吗 你还想怎么样啊 其实穆斯比比也不是故意的 我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他们怎么来了 不看奇奇 快走开 什么 他以为这是他自己家吗 骗不走 看他怎么办 小心 加油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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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走 你走了 我们大家怎么办 不要抜下大家了 来啊 你的事 没想到大家这么快就知道了 来啊 你真的要走了吗 不要啊 我们不舍得你 我又摸到他的衣服了 我要换到了 小心 莱恩 我们是注定要在一起的 你就带我走吧 这次蓝群安琪不在 该轮到我穆斯比比出场了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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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了 这么快就来了 发生什么事了 你看 不会吧 火山活起来了 机会来了 果然没有预测错 各位村民 今天有一个重要的消息 向大家宣布 大家听了以后不要恐慌 我都没有说什么消息 大家就恐慌了 是这样的 经过我实地空中考察 在蛋糕村旁边沉睡了一千年的烤箱火山 已经苏醒了 一千年的睡火山 不可能随便就行吧 太奇怪了 完全不科学 村长到底怎么这么肯定啊 小巧弟啊 但是今天不是地震了吗 村长不会骗人的 现在好像还有点震 该不是鱼震吧 不是鱼震 是甜梅杰西在震呢 我害怕呀 大家不要惊慌 先听我说 火山一旦爆发 熔岩肯定会涌到村里 对我们村造成重大破坏 不过有我村长在不用怕 都安排好了 我跟旁边的面包镇镇长商量好了 蛋糕村全体转移 暂时到面包镇避难 大家回家收拾一下 稍后我们统一出发 到面包镇避难 糟了 没想到还有面包镇 火山不争气 只是喷烟不爆发 如果让他们真的跑去了面包镇 我辛辛苦苦准备的火山大灾 那就泡汤啊 天无绝人之路 那就只好由莱恩我来绝了你们逃跑的路了 这是蛋糕村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条通道 只要毁了这条通道 蛋糕村就会变成一个孤岛 那些人就逃不出去了 不知道摩斯比比行李收拾的怎么样了 这个马大哈肯定丢三落四的 我还是去看看他吧 不过我们还在冷战中 我现在过去岂不是向他示弱了 都什么时候了 我还想这个呢 算了 我摩卡奇奇一向宽宏大量 就原谅他这一次吧 莱恩 你慢慢收拾 我有事出去一下 奇怪 他怎么还没回来 真是的 这种时候还到处乱跑 会不会他在蓝雀安琪家呢 我去看看他吧 那个好像是莱恩 不会啊 莱恩整个下午都没有出门 难道是我看错了 这么多炸药应该足够把这条路炸得粉碎了吧 陈穆斯比比他们还没离开 我要抓紧时间了 你们不用再说了 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 火山就要爆发了 你留在这里会很危险的 Blueberry是我的心血 我不会看见他毁于一旦的 要走的话 我要把蛋糕店也一起带走 这是不可能的 那就让我陪着他一起灭亡吧 这个 也许事情不会这么严重呢 火山爆发有大有小嘛 说不定蛋糕村会没事 那我们回来就可以继续开店了 没事 没事 我就更不用走了 蓝雀安琪看起来很顽固 看来要使用非常手段了 蓝雀安琪你改变心意了吗 要打包行李吗 我们来帮你吧 逃亡的话扫把就不用带了吧 这是为你们准备的 全部给我出去 这下真的被扫地出门了 你们果然在这儿啊 梦卡奇奇 你怎么来了 我 我来看看大家行李收拾的怎么样了 蓝雀安琪说什么都不肯走 那怎么办呢 所以要想一个对策 不如我们先回去 一边收拾一边想吧 在这里拖得越久越危险呢 好吧 大家小心一点 不要落下什么重要的东西 特别是某些粗心的人 你得说我吗 我好心提醒他 他居然这么个态度 我是怕有人丢三落四 到头来又给大家添麻烦咯 放心吧 有事我也不用你管 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还在斗气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说服蓝雀安琪的办法 放开我 快点放开我 放心放心 从这里去林镇很近的 很快就会放了你的 你们这是绑架 犯罪 赶路很浪费体力的 先吃点东西吧 香巧蒂儿和香草艾莉去叫别人了 马上就会来跟我们会合 不用担心 不如不如 再喝点水吧 喊多了可会渴的 真是的 为什么偏偏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和摩卡琪琪啊 不摩卡琪琪男子汉大丈夫 再继续生气就太小气了 好吧 我来开口跟莫斯比比讲和吧 大小谷到了 总算把炸药铺满整条通道了 莫斯比比他们来了 接下来 这下不用等火山爆发 用这些炸药就可以把他们炸得粉身碎骨了 来吧 快来吧 来吧 这条山路很窄的 小心一点 知道了 可恶 我明明不想用这种语气的 预备 点火 发射 发生什么事了 爆炸 像这边来了 快跑 差点忘了 差点忘了 来不及了 来 来 班军安吉 等不速逼逼 对不起 波克奇奇 我早就想跟你道歉了 撕掉你的设计是我不好 我也有错 如果我肯听你的解释 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了 还有机会对你说这些话 实在是太好了 下辈子我们也要做好朋友 别浪费时间了 快用美味奇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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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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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我们没事了 摩卡奇奇 太了不起了 真受不了你们 不过山路怎么会突然爆炸呢 我完美的计划 可恶的美味奇迹 摩斯比比 摩卡奇奇 香草艾力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香巧地儿和其他人呢 村子里很多人都不肯离开 我们劝也劝不动 对呀 我要回去跟Blueberry同声共死 蓝圈奇 我们快回村里看看情况吧 你们怎么还没走 再拖下去会有危险的 村子里很多人都不肯离开 我们要回去看看 我跟你们一起去 一定要想办法 不能让他们离开蛋糕村 奇怪 蓝恩怎么会在对面呢 而且昨天晚上他都没回来呀 难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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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